其實我未完全準備好去做這部手機review 不過無奈地這部手機應該差不多要還 所以我先被迫作 雖然這部手機我只是對了大約5-6天左右 這部LG V10其實我是很滿意的 所以你要我講話 都應該講到不少出來 雖然時間有點緊 但我先這樣做 我現在身處於北京 沒錯 我回香港的時候就要玩這部手機了 這部手機基本上是一個5.7吋 或者你可以說是5.9吋的螢幕 如果你是說5.7吋的範圍 它是一個2K的解像度 不包這個附螢幕 包上這個附螢幕 就有5.9吋的對角線 這個附螢幕當然是它的特色之一 但其他東西 之後我先講這個機身的設計 這個機身正面這塊玻璃 其實廠方說 有做到處理 但當然 你跌落地下的東西都是會霸匯化的 這個 不容置疑的一件事 未去到可以自我修復 或是防爆的程度 至於其他部份又怎樣呢 其他部份 叫Dural Guard 316L不鏽鋼的邊框 只有左右兩邊的邊框 是這個 物料而已 但是 我自己跌過這部機 跌過一兩次 可能最多兩三次 這個Dural Guard 是完全沒有花的痕跡 當然地板的 物料也是一個因素 我跌下去也不是非常凹凸得平的地板 所以 沒有什麼花痕都是正常的 但是 至少 這部機 捏下去 是實的 所以 在造工來說 是LG的一個 里程碑 是非常之不俗的 造工 至於其他部份 例如 頂和底的塑膠 這些部份 都是用了 均用級的Dural Skin來做的 跟一般的塑膠物料有少少不同 相對來說有少少彈性 以及有少少吸震的性 在跌落地的時候 可以有效吸震 這個也是 它可以通過到 這個 均用防跌測試的原因之一 這個背蓋 可以拆的 下面的影片 我們稍後看 這個背蓋 本身上面有一些 凸的 紋的紋 即是凸的紋 摸上去有些感覺 但是 有些怪的 未去到好像直膠 刺手 未去到TPU的感覺 但又不是最坦酸脂的感覺 總之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至於這個位置 是一個LG的 標誌式的設計 有一個1600萬像素的駐相機 這個駐相機的規格跟G4是一樣的 F1.8光圈 有光核防手震 這個光核防手震仍然是非常之超版的一個 效果 雷射對焦 LED光燈 背面的 REAR Button 上下的Volume 中間有一個Power鍵 這個Power鍵上面也 整合了一個 指紋掃描器 這個指紋掃描器非常之順手 因為 你這樣拿 基本上 在你按REAR Button的時候 你可以點到它 但是 你拿這隻手出來的時候 又很自然的 整件事很自然 免得到了 你可能 你一按一下 上開機 只是看看這個 通知 但是 如果你按太久的話 太順手了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忘記拿走 就會無緣無故解消 反而看不到通知 但是 這個位置 你可以 開啟了 然後 就不拿走 因為 這個位置 無論是順手的 所以 你會自然的 你可以看到通知 但是如果 你著意去開啟螢幕的時候 你的手就會知道 要留在這裡 就會很順利的 開啟螢幕 你可以看到這個開啟螢幕的速度 都可以快 所以 這一點我是OK 滿意 開啟機之後 第一時間看到 主介面 基本上主介面 基本上 跟LG G4 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 這一部分我是不會太過多提的 但是 我主要是提一些 LG V10 一定 得到它有的功能 首先就是 這個 複螢幕 這個複螢幕 可以在這裡 滑來滑去 它有什麼功能呢 包括一個簽名檔 你可以 很文青地打個歌詞 也可以 簽自己的名字 但是一個位置 通常都是 最多人會用的 功能 應該都是很受歡迎的 那一半就是 最近用過的Apps 在這裡 如果你在這裡 基本上 要轉App 非常快 基本上你要轉什麼都可以 轉出去 非常快的 這個是很方便的 你再過的 有Apps 有 你自己訂的Apps 我 通常都會放一個 相機在這裡 因為 你開啟螢幕之後 很難去開相機 即是你很難 很快 開相機 放好 基本上一按 就是 至於 這個螢幕 關掉之後 都會穿著的 你會看到 它會有一些通知項目 你可以選擇這個位置 長時間顯示的 是你的簽名 又或者是一些時間 通知 電量之類的東西 你這個位置 仍然可以畫一下 就會有 這四個 FIX了的鍵 你可以教 開聲聲聲 即是平時用這個拋鈕鍵的模式 又或者 有WiFi的切換 手電筒 這個是超實用的功能 以及相機的捷徑 這個是 不錯的東西 對於這個 增加5%耗電的 代價 來做到這個東西 是非常不錯 但是 有一點一定要說的就是 這個螢幕關掉之後 這裡還會穿著這個 敷營網 你在 全黑環境下面看的話 就會看到 它這個位置會有一些 背光滲了出來 滲出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 有一塊白色的 這樣就沒有不好看 如果這個螢幕本身 是一個螢幕的話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但是 當然大部分人 不可以大部分人 有一部分的朋友 是不太喜歡 OLED的螢幕 所以 這個是取捨 至於這個螢幕 本身也是一個 Quantum IPS 的材質 所以 顯示得數上 是有保證的 就這樣 進去設定那邊看 在這個部分 我最主要都是看 這個敷營網的設定 在顯示裡面 就會看到 第二螢幕的設定 進去 你會看到 主螢幕開 和主螢幕關 兩個顯示的 設定 在關的 其實很簡單 要麼是開簽名檔 要麼是 看到這些資訊 電量 時間 逆期 和一些 主要的通知項目 基本上主要的通知項目 就算出簽名 都會有 但是這個 螢幕 平時來說 如果你正在做一些 screen cap 或者下載的app 它的 ongoing 顯示 如果用久一點 你就知道 它在 下載的app 底下 會有一個顯示 在這裡 彈出來 下載的 正在下 然後就消失了 那個 顯示 就會轉到 複螢幕 顯示 這個就是 對於 複螢幕的 一些 調整 對於 細節上的調整 這個是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至於 開啟螢幕的時候 有什麼用呢 包括剛才說過的四樣東西 有快速聯絡人 即是你自己設定幾個聯絡人 你隨時打電話給他 還有 下面有一個 陰謀播放器 即是你 自己播放的時候 它會有音量控制 播放 如果 如果之後 它會肯開API 給其他app 例如Spotify 又或者是 KKBOX 去 做一個support的話 應該會更加好 因為 我自己平時聽說都是 KKBOX 所以如果有那個support 我就會非常之開心 下面有指紋 指紋的登記是挺有趣的 因為 它登記的時候 然後呢 它是 這樣登記完 轉大約80% 然後 再轉過來這裡 這樣 再登記這個 但是呢 因為這個位置 是非常順手的關係 所以 登記的時候 都不需要太過 擔心 登記不完 那些東西 基本上很順手 我自己 非常之隨便地 去登記的這個指紋 都可以很 輕易地解鎖 但是 當然不是100% 可能有八成機會 都可以 非常之成功 解鎖 這個是 不錯的一個 設定來的 這個指紋 一定要說 其他相視窗 可以刪掉 我都不太用 Smart Settings 基本上在G4上面都有的 Smart Cleaning 開發者算項 協助工具 基本上都是那些東西 視角 螢幕亮度 自體大小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在這裡找 還有 聽覺 聽覺就是 閃光提示 在Samsung上面都有一個功能 就是用LED燈來提示 拿鐘 電話 訊息 另外這個電機與認識能力 基本上都是 Touch Assistant 在G4上面都有介紹過的東西 這些都不需要太多提 基本上 最主要最主要 一定要一定要提的 一定是相機 因為 相機是 V10上面有一個非常之主要的功能 大家見過我最近有很多影片 是用這個V10來拍的 就是 用了這個Menu的影片模式來拍 這個Menu的影片模式會有什麼特別呢 第一件事 你看到21比9 基本上你見到我用21比9拍片 都是用這部機拍的 因為只有這部機拍到21比9片 有什麼特異功能呢 首先我們在這裡找到 有 21比9和16比9 Cinema就是21比9 21比9只是可以去到1080p 就是2560x1080的解像度 至於你要拍4K 只有16比9 它有60fps的影片拍攝 非常之不錯的流暢度 當然很多時候 上youtube 或者我自己轉片的時候 都會轉了30fps 但是 有60fps做一個Backup 可能Captal也會比較方便一點 Bit rate 一個High Low的Bit rate HighBit rate的時候是36 中的Bit rate就是24 你可以在這裡看到的 多少Mbps 如果Low的話有多少呢 應該是12 我沒意錯 12Mbps 多少FPS 什麼解像度 Might Balance 是多少 有沒有自動對焦 這個是EV ISO 快門 基本上全部東西 連起來 Might Gain的顯示 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基本上功能是極之齊全 跟一部專業級的拍片機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不好意思 快沒電 下面就會看到這些控制 包括Might Gain Might Gain是 拍片人最喜歡的功能之一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雖然我未是駕馭得很好 但是 這個功能 對於我自己的拍片 非常之方便 這個指向的收音 可以去指前面 或者指後面 指向前面 然後這樣指向後面 我轉去 附相機 對 前後 還有一個Gain 調整 在這裡 即時看到 如果把Gain拉低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bar 基本上是 音量小很多 還有這個風聲消除 這個就是 在室外拍片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的功能 至於你說Wight Balance MF MF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在一路拍片的時候 一路做manual focus 這個是我超喜歡的地方 因為 其實這部機本身 拍片對焦的時候 那個自動對焦不是太準確的 很多時候都會跑掉 所以 在這個時候我就會用回 這個MF的功能 來做回一個補償 所以你看到我有時候拍片的時候 無端的手 拿開了 就是 轉向那個焦 這個是 用來做補救 或者 彈性會非常之高 ISO和 EV加減 Shutter Speed 基本上這些全部的東西 都是可以一路拍片 一路調 即是你一路按住這個按鈕 它 Recording 的時候 一路都可以全部 去做這些調整 所以 在拍片的時候 就算中間有些什麼 黑色的東西 你要做調整 可能 突然間後面 很大聲的音樂 飛到過來 都可以透過這個mic gain 又或者你迷招的時候 可以透過 手動對焦功能 突然間前面有射燈的時候 你可以調校ISO和EV加減 非常之方便 我超喜歡這個東西 我拍片是基本上是靠它 這幾天來到這個 Trip 那是啦 除了這些之外 你在拍片的時候 也可以 順手按按鈕 拍回21.9的照片 這個是 我終於找到一個 在手機上 拍21.9的照片的方法 Snap的功能 它會 自動和你拍 3秒按一下 拍3秒按一下 拍3秒 最多可以拍到10秒 或是你按緊 這樣拍 這個Snap的影片 它是一個挺有趣的功能 它也有一個 Collect的功能 就是拼調的功能 你前面後面 兩個鏡頭 可以同時去拍片 你看到 全部東西都是同步的 很有趣 然後有一個 手動的影相模 Auto影相模 以及Simple模 你會看到 為甚麼這些位置 好像不是在網上 沒錯 我是用副螢幕 來轉換這些功能 甚至在拍片的時候 如果你按錄 這個位置可以用來變焦 但是 對於我來說 我會寧願用 Multi Touch 因為Multi Touch 變焦 它會做得比較Smooth 如果用這個位置 做變焦的話 它就會比較 急 所以這個是 我自己的用法 好了 說了很多關於拍片的東西 至於拍片拍成怎樣 其實都不需要太過 去 質疑的 因為 在我 之前拍過一些片上 可能Z5 Premium 好 61S好 都會看到相關的拍片質素 但是大家要記住 這些片全部都是在光源 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 拍的 現在在酒店房 光源 跟我在自己的家 在桌面上拍的 光源是差幾倍的 所以 有 Noise是正常的 但是 你說在正常 日光 或者在我自己的桌面上拍片的情況 會是怎樣 我覺得 正常的 可以接受的 我亦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非常之有電影感的檸查 以及非常之有電影感的 Whatever 總之非常之有電影感 簡單講完這些東西 我講漏了 這個 前置的相機 大家剛才看到前置相機 會有兩個畫面 有兩個不同的畫面 首先是這個 廣角自拍功能 這個就是用其中一個鏡頭來做到的 Hello 然後 還有一個 窄角度自拍 你會看到在上面的頂量上面 這個窄角度是直的 而 用廣角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點彎 那就是廣角自拍的時候 用這個120度鏡頭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點變形 但是如果你想 拍攝自己的大頭 拍攝英俊一點點 就用 窄的 如果你想拍Groofy的話 雜體自拍的話 就用這個120度的鏡頭 這個是一個彈性的使用 但是 如果 中間可以用到一個 運算的方法 可能 中間那一部分是用 80度來拍的 然後 其他位置用 120度來拍的 那 又可能會有一個不同的效果 至少中間這裡是直的 然後其他地方才是軟的 那樣就很可愛 但是我要說的是 這個 Wire Angle 或者自拍鏡頭 那個 質素 非常之一般 我覺得沒有Groofy的 效能方面 我覺得沒有Groofy的 我覺得是OK的 Snapdragon 808 還有4GB RAM Groofy是3GB 所以流暢到那邊 完全沒有問題 我覺得非常之不錯 但是 大家也知道 應該LG 有一個 不小的問題 就是 越用部機越慢 在Groofy上 我有遇到這個問題 但是在這部機上 由於我用的時間 不會很多 所以 我暫時試驗到這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會存在 亦都會不會出現 我不太清楚 但是這個就要等用家們 可能一部分 真的是 糾衝了去買的 我自己有些舊同事 真的跑了去 無緣無故下街 看到就下定了 那個拍片的程度 因為那個同事 本身是做了一些 Audio Visual的工作 所以 他對於這方面 是有一些要求 他是很喜歡 結果結果他拿定 我之後會再問他 有沒有這個問題 再跟大家說 可能是 兩個月之後 不知道 效能方面 暫時滿意 電量呢 電量 我自己 這幾天 在北京用 是OK的 我今天來講 我是一個 重用者 算是 有拍照 拍片 我中間差了 一個小時左右 應該沒有 九個字 但是到現在 我想我是由 11點鐘 開始 到現在 凌晨1點鐘 你減1個小時充電時間 其實 現在應該已經沒有電了 你計算 那時候我充了10%左右 你減10% 現在只剩2% 這個 我會說他是12個小時左右的 Heavy Use 不打機情況之外 Heavy Use 以及 只開WiFi 不開流動網絡 你計算的話 在香港可能正常的用途 沒有拍那麼多照 但是你有 多點上網 或者你可能打電話機 但是時間已經拉均勻 差不多 大約10-12個小時左右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可以戴手袋 但是 放心的 我覺得是可以不戴 這個電量 我覺得合格 這一個3000mAh的電量 對 先開這個 底蓋 最後 這個就是 底蓋下面 3000mAh的電量 這裡有 另一個 這個是雙線版本 還有MicroSD的擴充 我沒有記錯 因為它開始 應該都會出一個 支援無線充電的配蓋 我記得是 這個我不肯定 但是 香港 本身是 第一個地區推出 這個 20K道金 真皮背蓋的版本 黑色的 但是 你問我呢 我會比較喜歡黑銀的版本 那麼 就講到這裡 希望 我不會講得太少 或者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再問我 我可能會今次 稍微講一遍 因為 個人感情上的問題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拍片的功能 那 對 先講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隨便問我 我會盡量答 就這樣 Thank you